在寒假期間的農曆年間 對所有的大傳前任教師來講 就是每年他們被迫放無薪假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沒有所謂的病假 管你是登革熱 管你流感 管你發燒到幾度 你都必須要去上課 實際上連各種的社會保險 勞保健保都會被學校因此而被迫中萬 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 其實不是專監任的問題 也不是公私利物問題 是一個普遍的勞動人權的問題 我們說立即是用勞基法 六大權益可以一次保障一次到位 這個部分我們持續在跟教育部在進行 在溝通 我想在過年後 我們這一塊還會在積極來 進一步的溝通和處理 部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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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公私利 立即是用勞基法 立即是用勞基法 部長出來的專任的兼任老師 什麼叫專任的兼任老師呢 就是我們在很多大學裡面兼課 在大學兼課 當兼任老師是我們唯一的收入跟謀生的來源 在我們當中也有很多的老師教學的年資 就是說當專任的兼任老師 年資達七年八年甚至十年以上 可是在這麼漫長的歲月裡面 什麼是病假 什麼是傷假 什麼是產假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這些假可以放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們的女老師沒有產假 如果你要生小孩要怎麼辦 那就脫關心 拜託人家來代課 然後呢 我們沒有產假 所以我們在產假的時候 我們是完全沒有薪水的 那有一些 我們就有一些南部的女老師 就說得非常的好 他就說 所以啊 當健人老師生小孩 你還要把時間都算好 你最好算是在寒暑假生小孩 可是寒暑假我們一樣沒有薪水啊 我做一個兼任教師 我一直一個禮拜 我要大概上到十六個小時 但是我的薪資實際上 還是不及一個專任的一個助理教授 一個專任的助理教授 他實際上他一個 禮拜他只要上個九到十二個 那個小時 他基本上薪資幾乎是我的1.5倍 但是除了這個薪資很不平衡之外 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的寒暑假 基本上是沒有薪資 就像我現在 雖然我手上拿著學校給我的聘書 我的聘書是從去年的 等於是去年的九月 一直到今年的六月 但是實際上他們從二月開始 他們就不給我們任何的薪資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種 就是契約制度 在兩個星期 在兩個星期就是過年的年假了 我們想要讓我們的勞動部主管機關 你壯進要給這些大專任教師 一個什麼樣子的年假 我們要跟勞動部長陳雄文說 你不要二月一號 總食的時候 你就拍拍屁股 卸任就離開 你要把你任內的這筆爛帳 算清楚 我們社會大學界的老師 我們不能夠再接受 繼續作為法令孤兒 我們既不受教師法的保障 我們也不被適用勞基法 導致許多大學老師 在校園內 他連最基本的請假的權利都沒有 他沒有請定價的權利 沒有請商家的權利 沒有請產假的權利 他一遇到寒暑假 他就沒有薪水 我們拒絕接受這樣的狀況 160間大學裡面 全職的兼任教師 保守估計也有一萬名 我們可以看到說 甚至在有些學校 實際上兼任教師的人數 比例已經高達6成5 換句話說 在一間學校裡面 兼任老師的人數 是已經遠遠比專任老師還要多了 那我再強調 這就是因為大學的兼任老師 他沒有任何的勞動法令保障 讓兼任老師適用勞基法 實際上是不用涉及凶法的 勞動部今天只要公布一個行政命令 他就能夠立刻讓全台灣 有數萬名的兼任教師 馬上在當天就能夠適用勞基法的保障 我們做一般是用勞基法的勞工 在座的各位媒體同學也是一樣 我們老年的退休金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每一個月 雇主要依法提拨6%的勞退金 到我的個人專戶 等到我退休的時候 我可以一次請你或者分月幾乎 還有第二品就是 勞保的老年年金給付 但現在的兼任老師 因為不適用勞基法 導致第一項 每個月雇主要幫他們提拨6%的這個勞退金 他們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這6%的損失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一萬名的全職監驗教師 一年就因為沒有提過這6% 一年就損失了兩億多元 那其他的老年 老保的老年給付 也因為他們的年資都會中斷 一年就損失三億元 我們大概有算過說 在一個大學兼課 兼了大概20年的大學老師 他在退休之後 他一次請領的退休金 大概只有60到80萬 他在一間學校兼了20年 他的工作就是在大學上課 結果他退休之後 我們的政府居然允許 他的老年退休金 只有60到80萬 這是合理的嗎 在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跟教育部 是一直在密集溝通 那教師畢竟他的專業性 我想各位在座 都有他的專業性 再來同樣是兼任教師 有不同的作業型態 有不同的型態 有的部分可能是企業的業師 下來擔任的 那也有可能 也有像各位 也有一些是 我們學有所承回來 去教授某一個課程的 這樣的不同的太樣 他都存在 那我們希望說 不同的太樣的部分來講 畢竟他是一個老師 畢竟他是一個老師 老師不是勞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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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保障 這個部分的話 從教師來講的話 來做保障 或者是說 從勞動法令來做處理 那這個部分 我們跟教育部 是持續在溝通的 他們是勞保 從去年7月 這些書面的資料 從去年7月 我來開會的時候 我就已經提供給勞動部了 所有他們遇到的狀況 我們都講過了 你剛剛講說 大學教書是專業工作 你們居然允許一個專業工作 沒有任何勞動法令保障 你剛剛企圖想要說 他們有教師法的保障 我必須要在這邊講 這不是你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在說謊 實際上教師法 只保障專任教師 明文的在法條裡面 就說他們只保障專任教師 這些兼任教師 沒有受到教師法保障 他們也沒有勞基法保障 請問勞動部 今天兼任教師 很明確的是勞工 他是跟學校 是僱傭關係 這是無庸置疑 這已經是很明確 請問你作為主管機關 你到底要讓這些大學老師 沒有法令保障到什麼時候 這個部分我們持續在跟教育部 在進行在溝通 我想在過年後 我們這一塊還會再 進一步的溝通和處理 我們原則上會在兩個月內 我們不能接受兩個月內 過年後兩個月 我們能夠接受嗎 從去年七月 你要我們等整整一年 謝謝 請不要離開好不好 請不要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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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不要離開